這是一個不太被大家討論的一次 ETH 更新 但我覺得這更新會對以太坊之後的地位產生非常重大的影響 歡迎來到福克實驗室 最近大家在討論的通常是以太坊的上海升級 但其實早在2月的時候以太坊就進行了一個升級 叫做 ERC 4337 而我覺得這次的升級會左右以太坊之後霸主的地位 今天我們就要來與大家談談這次的升級帶來了什麼樣的改動 還有它該如何影響以太坊之後的發展方向 就讓我們繼續往下看,走! 首先我要請大家回想一下 你剛進入币圈的時候最困難、最不習慣的是什麼? 想必很多人都會說 要去拿一張紙和一支筆才能夠把12個英文單字的助記詞抄寫下來 又或者說你不知道把助記詞存在哪邊 畢竟只要讓別人知道了,這個東西就會失效 而且資產全部都會掌握在別人的手上 要不然就是抄寫下來的密碼被你亂丟,然後忘記放到哪了 那我身邊就剛好有一個朋友抄寫下來的助記詞亂丟 後來要恢復的時候找不到 就這樣大約卡了400多萬台幣的資金在鏈上 看得到摸不到 所以當你如果去問一個沒有在币圈的人 跟他說 你所擁有的資金掌握權 但是同時你只要忘記了這個密碼 你所有的資金就找不回來了 我想大部分的人都因此不想要去嘗試 所以現在在這邊有私藥的人 我要先跟你們拍拍手 各個都是遊者 除了這之外 每一筆交易都需要付轉帳手續費 你想想 現在就算是銀行體系 都有免費的跨行轉帳的額度 就算沒有 也絕對比貴族鏈的以太房手續費還來的低 所以呢 以太房也開始著手針對他們這次要解決的這個問題 而今天以太更新就能夠完美解決了這個問題 就讓我們來討論一下 這次被低估的更新 ERC-4337 只要解決了這個基本問題 以太鏈離快速增長的試占率機率又更高了一些 那這個更新呢 雖說大家很無感 但其實早在2023的2月底就已經實裝了 在之前以太房丹佛的活動也會有在上面直接討論 那打岔一下 這裡不能只有我看到 以太房丹佛活動的衛生紙 是不是非常有趣 這剛開始也是在EIP-4337裡面 而且已經花了大約一年多的時間在進行測試 最主要的測試是提升了用戶體驗 讓用戶有更簡單無痛的上手以太房錢包 而這項改動最主要就是把帳號利用智能合約的形式來進行重新的包裝 可以說是變成一個智能錢包形式 而對於用戶的體驗就會像是 和大部分用戶使用手機銀行App一樣絲滑 但就是背後其實沒有銀行 而這種改動最重要的就是 他完全不用寫下注記詞這種東西 也就是說沒有所謂的注記詞 你可以使用像臉部辨識或者是指紋辨識 你還可以使用錢包上去新增2FA這種多重認證機制 也因此可以設置幾個朋友或者是家人作為你錢包的認證者 也就是說如果你弄丟了你的錢包 或者是你的硬體錢包都壞了 可以透過他們重新取得錢包的使用權 那最主要的是這個機制能夠由智能合約所產出來的鑰匙 是可以被存放在雲端或者是手機內的硬體安全區域 所以基本上這種機制下的手機安全程度 可以說是達到和冷錢包差不多 而且這個機制只要有兼容EVM的鏈都可以使用 換句話說就是像我們常看到的 B&B Chain、Polygon、Avalanche或者Chronos這種 都會同時具備有這種智能合約帳號的能力 再來就是我們轉帳手續費Gas fee 也可以獲得大量的改善 也就像是傳統金融的朋友應該早已習慣了 跨行轉帳不需要錢 或者是同一家銀行轉帳是免手續費 就連目前的交易所大部分都是站內互轉免手續費的這種形式 而以太坊現在不卡的話 隨便轉帳都要來個5U 在塞車的時候幾百U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有時候再買一些新的幣或者是JPG 或者是一些FreeMint 其實也要花到不少的手續費 而透過這個ERC4337改動後會實現一個叫做代付的功能 這個功能就好比你使用Debt做交易 Debt的擁有者就能夠幫你做共同付款的動作 它可以把比較小額的交易累積起來再用一筆交易去實現 這就會有兩種模式 可能就是交易者不需要付費完全由Debt的方面來承擔 又或者交易者不需要支付每筆的交易費用 或者是說你要一直去按這個確定 就是智能合約跳出來的時候你就要按一下 那這樣也會相對的減少手續費的支出 我們舉例一下如果你用USDT去買NFT 那或者是JPG 然後呢買完剩下的餘額轉換成以太 那這樣一筆交易就可以完成了 就不需要像以前還要這樣轉來轉去 當然還有開啟了訂閱付費的功能 像這個模式對於現今的我們 像是訂閱音樂Spotify 或者是看影片Netflix 還有就是像創作者的會員頻道 那這些都會是一個我們熟悉的商業模式 而ERC4337打開鏈上的訂閱付費功能 還有辦法去設置消費的上限 也就是說能夠更有效的去管理每個月的自動扣款 對啦那如果想要知道我平常都聽什麼音樂的話 影片下方也有Spotify的連結可以追蹤 可以一起聽音樂 當然這些都比較貼近生活化的功能 也降低了之後熟悉Web 2的人轉入Web 3的門檻 我們每到使用一個新的科技或技術 就算是它有特別厲害或者是特別有效率 但往往只要時間一久 方便性才會是大家想要的 我就舉例一下我自己有客製化的IEM耳機 那音質聽起來真的很棒 戴起來也很舒服 但是呢它是有線的 而現在的手機其實也都沒有音孔 所以就變成你要裝很多轉接器 那時間久了可能還是會妥協使用藍牙無線耳機 雖說音質比較差 但是耐不住它就是方便好用 也方便攜帶 那這樣就好比加密貨幣如果要帶來更多的新用戶 最後呢你覺得這個ERC-4337會不會是對於以太坊最重要的改動之一 會不會因此有更多人願意嘗試加入區塊鏈 那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區與我們分享一下你的想法 當然如果覺得有從這支影片中學到任何東西的話 也麻煩咚咚手指給我們個讚 並且幫我們與身邊的好朋友分享 當然還沒有訂閱庫可實驗室的人也可以訂閱起來 才不會錯過之後的更新喔 那今天我們就到這裡啦 掰掰 按hof卡 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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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